這幾年多了要留意投資或入股 在甚麼公司 至少10億 老實說現在打工 皮幾兩皮 如何賣樓上車 當初我和太太 去賣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是一間200-300呎 餐完之後是否真的立即想博男生 是完全沒有 只是想XX 是啦 我又沒有做功課 繼續做功課 三次? 都接近的了 五次 OK啊 差不多而已 厲害 為甚麼要搬這麼多次? 很辛苦 你說中了一個點 就是生一個 又要搬大一點 由我開始的時候 我是在旺角 我知道90萬 這麼厲害? 2、3、8呎 現在是否在這裡? 唉 說起人就生氣了 甚麼事? 很快就放了 是嗎? 這麼便宜的房間? 因為當時 買了之後 住了一兩年 接著就有小朋友 搬了去隔壁街 300呎 搬了一個600呎 飛飛出來了 在那裡之後 突然又大肚子 從樓下600多呎 搬上去800-900呎 搬上去 喂 又生 又大肚子 真的飛飛兮兮兮兮兮兮兮 如果要搬大一點的話 可能要付錢買 又未必買得到那麼貴 如果租的話 就可以租得到 就搬到加多利山 上加多利山之後 就住了 一會兒 又喝了 你真的喝一喝都還累 我真的有 你要不喝一喝 我不想 我很累 就這樣就可以了 去了之後 接著就覺得要搬大一點 這一種的進步 我現在回顧看上去的Progress 是我覺得很開心的 是因為覺得我要再有動力 再有衝勁 去再做好一點 就由加多利山搬到九龍塘 再大一點 到最近 不關真的什麼事了 突然之間因為合約結束了 我又覺得想搬 簡單來說 但你有告訴我 吸引令法則 你真的有駕車去看過你現在的房子 然後一直說 如果我住這裏就正好 誰知道 看著看著真的可以 你知道我現在經常去看淺水灣的樓 我就是在沙灘跟兒子玩 我經常聽你說完 我就看著 是很難住得到 我知道 但我說 不是啊 看著看著可能有機會 我就是 都是有你的 哎呀 你真的很煩 搞到我 你有很多東西在我的腦 真的 是的 我在未搬上加多利山的時候 我有時經常都會上加多利山 因為我看到那些樓 真的很漂亮 如果一天可以住在這裏 就真的不確定了 然後腦袋就在扣上 嗯 如果住在這裏 住哪裏好呢 這裡 這裡 這裡很棒 然後之後可以駕駛車的話 出車就這樣出 假裝自己怎樣拍車 真的嗎 對 好一點 然後一直在想的時候 自己內心的一種歡願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錢買車的時候 我駕駛一輛很便宜的車 然後我跟自己說 一定 我這輛都未必買到漂亮的了 誰知又是出現了一位 像你那樣的人 一個前輩 他就跟我說 你不可以這麼想 當然你不可以買一架馬沙拉提 然後又令到自己的生活 又要捏麵包 又辛苦 那種不呢 那你就可能設高一點 可能你會不會出一架保馬 定了這個目標 然後你就慢慢去攻 結果真的又實現 很有趣 剛才你這個做法要降低一點 我就不認同 應該怎樣 要再高一點 當你設定了一個更高的目標的時候 我當你七折最後 都是比你本身需要的程度的 在你決定了這件事 到你真的擁有 我當這件事是一年 你會發現 這輛車很經常在你身邊出現 如果你喜歡那個女人 都是這樣 平時這些車都在你身邊出現 你不要太留意 到你開了雷達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全部都在經過 自然可以吸引到那些人 和試回來的機會 就會令你越來越去 走到那個位置 Good 我覺得因為他肥 也有三四個玄學師傅 他說 你最值錢你知道是甚麼 他最值錢的就是這個 我想說 就是這個 這裡 好像一個袋子 去帶著你的財物 再加上你的時辰八字 如果你瘦的話 就未必有現在那麼好的 因為你瘦 真的以為你不舒服 你沒有 是 你這樣可以的 但接下來我可能會拍劇 可能導演也會說 可能你要瘦一點 我說一點 就是清淡一點 不要太大的肚腩 臉上削一層 還有 起碼是十億 你猜我會不會說你的意思 當然不會 你瘦了 還做嗎 怎麼不做 都做 絕對不是 但我沒有特別去計算 反而是 有很多人很放大自己沒了的東西 如果你經常都不斷放大 不斷想自己沒了什麼 沒了什麼 越來越壞 有什麼幫助呢 能量又差 之後又想不到什麼辦法 人又沒有了狀態 如果有一天 打個例子 這個Youtube有沒有 這個BangBang有沒有 演藝那裡突然又沒有了 你還有什麼呢 很重要的 人物 還有可能很重要的 有很多的支持 或者有很多的客戶 一向人們的支持 除了支持你的外表 支持你的外表 還有支持你的人 支持你的拼勁 支持你的意氣 支持你的舌頭 這些東西 你都是一個很肯舌頭的人 你多年吃很多舌頭的東西 我是否可以好好運用 我可以跟他們開拓一下新的東西 應該是這樣 沒錯 在開拓 當然 看到 很好 開拓 繼續 怎樣 大家一起 下一步 我覺得他想上市 可能某一些的生智 可能日後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都給他半分 這幾年特別是 多了去留意 到底投資或入股 到什麼公司 你問我現在這期 想投資什麼生意 有多有趣 最近半屋 跟我半屋公司的老闆聊 我覺得這個年輕人 挺有拼勁 挺勤力 做事挺好 態度不錯 這些是很重要的 很有責任心 很可靠 可以擔幫 你會否設定 我多久一定要賺錢 我才會繼續 你明明我會剪 沒有 暫時開的所有生意 就算開的 都可以繼續 一定要有時間 很多公司第一年就已經收皮 去到五年的話 九成 九成都拜拜 剩下一成才能捱到五年 再剩下十年 那才是贏家 三個 對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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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歲 應該是二十多歲 想弄清楚 不是多少歲開始沒留髮 而是多少歲開始 這個髮型 不是沒有頭髮 頭髮很多 你看看 我知道 你根本是專門剃 沒錯 如果我留的話 就可以留到這麼長 對 我好強 肯定 那我幾歲 應該二十多歲 剛才二十多歲 由電台開始就是這樣 以前是會再長一點的 是不是因為方便 對 因為你一直要看 不是因為脫髮 完全沒有脫髮 你脫什麼髮 那你真是因為 你懶得犯了 不整頭 當然 真的嗎 當然 而且長頭髮不好看 那些胖的長頭髮 長頭髮的樣子很恐怖 不行的 你想也想不到 我看到你戴假髮 那你也知道 不是有趣的 不行的 所以全部剃 去到現在就直接 鬚趴去剃 我還未去到 要像別人那些 刮 刮 我就不可以 我容易有少少 少少灰色 我覺得可以的 最小的女兒 是不是我新布仔 GiGi GiGi 大過子樂 二零 一 2013年 都很接近的 其實她是2014年 我想我2013年 我知道 那她也是 當作是2014年 她生完之後 是不是真的立刻想拯救兒子 完全不是 真的少少都沒有 我真的說真的 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去 想要追求兒子 我和我老婆都沒有 只是想雙數 對啦 我沒有做功課 做功課 現在已經夠了 四個 我覺得很好 三個姐姐 一個弟弟 我看到她偷了我老婆的電話 自己扮成YouTuber 真的嗎 歡迎來到頻道 跳舞 我覺得她好像 Bubble姐 那些鬼馬 天才 好像小演員 眼睛很有趣 表情又蠻蠻蠻 有沒有教孩子的方法 教我們 我也是 你是怎樣 我是怎樣 我只有一個 惡起上來是很兇的 也是 但是 中都中得很厲害 我發現現在大家姐 十三四歲 已經不可以惡 那些東西 沒有意思 癬了你 不用了 比你囂張 去到小朋友 即是最小的弟弟 我發現現在爸爸 在他們的心目中 未必是那些 看到爸爸又很害怕 但是 我都要告訴他們 誰是CEO 當我和別人聊天 如果突然我才問 爸爸 我不行的 他說 我要讓他們知道 現在我和別人聊天 你不要出聲 讓我再說 讓他們知道 家裡的權威性 是這樣的 我不是要做什麼嚴富 我真的要讓他們知道 家裡是有這樣的 規矩 沒錯 這個規矩 這樣的話 他才會聽你說話 還有 日後你給他一些話 他會聽入耳 可能到十七八的時候 這種所謂的權威 就慢慢再降低一點 慢慢再平等一點 但是 因為有之前 有一種規矩 就不會對變 沒錯 他就不會太差 他也會有什麼話 跟你說 因為知道你可以幫他 也不會因為這樣 可能很反叛 你和Pearl 你老婆怎麼分工 四個子 多數在管教 功課 學習 家裡的規矩 都是媽媽去處理 但玩樂方面 娛樂方面 我會去想 今個星期日 約了 我們去敏芝 Auntie家裡 Housewarming 然後我們會安排 一些事情給他做 過這兩三個星期日 都是 你是不是去了一個 很漂亮的 石澳 因為他們說想看 爸爸拍攝的360秒人生霍 他站在那裡 懶型的位置 我就帶他去那裡 大家站在那裡 看著他懶型的 就拍照 智庫除了你有這個 下巴之外 一定是關你老婆的事 也很大程度 我今天就像那些 理財小貼士 一分鐘的 千萬不能寫得一個戶口 我以前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戶口 我告訴大家 這樣是很不好的 應該是有一個購入的 有一個是做投資的 有一個是做現實的 你平時出出入入的 我老婆教的 數字是會清楚一點 還有知道 到底現在你還有多少錢 大家聽到的話 多開幾個戶口就最好了 老實說 現在打工 真的不是一定高人工 出來可能 肥幾兩肥 你想想怎樣買樓上車 這裡包括兩個問題 第一個先說存錢 很多人存錢是怎樣存錢的 我當你一個月兩萬元 洗洗洗 用用用 好啦 剩下800元 剩下1200元 好 先存錢 這個就是錯的存錢方法 真正存錢的方法是怎樣 叫做Pay Yourself First 每個月抽10% 你不要說不行 我真的在慢慢 你會發現 就算我扣起2000元的話 你也是能生活的 這個就是 我覺得正確的存錢方法 第二 有沒有一些你自己的技能 我們這些叫做 High Income Skills 我當你一個設計師 我一向有一份正職 就是在一間製作公司 做Designer 有穩定收入 你有沒有自己再增長一下 你的知識 原來你做Designer 你對美感 都會有一點興趣 投資一點 買一部相機 漂亮一點 然後就出去 學一下 怎樣去拍一下 拍一點點東西 去到你有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又告訴別人 我現在懂得幫人拍 拍完之後 我還可以幫你做設計 還有Motion Graphics 做完所有東西 你有這樣的工作 讓我試一下 就從那裏開始 有機會就這樣來 當然 你總會有一些東西會更厲害 總會有的 一個月開始接到一兩單 又多了幾千 又可能一萬幾千 然後你那裏又要儲錢 慢慢越來越快 可能幾年可能儲到十多萬 突然多了這些東西 可以儲到三四十萬 然後你就可以學她去投資其他東西 沒錯 越崩越大 那你就可以成功上車 還有一個第三個很想說的上車 當初我和我太太 去買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是一間二百多三百尺 到我再濕的時候 我又再住好一點 再住升級一點 升低 你未有這樣的能力 就先租住 這也是人對自己的生活上的追求 而且是一個方法 就是會越來越進步 我真的要告訴你 是代了很多錢 在我的手袋 現在我這裏都寬了 記得嗎 代了 超級 超級貴了 超級貴的 真是多謝你 你經常都這樣支持我 千萬不要這樣說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最好的話 就幫我們轉發這條片 出去給你想看的朋友 還有就是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旁邊有個小鐘 按它 按它 每次我們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喜歡這條片的你們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 和share 還有記得按鈴鐺 以後我有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們 拜拜